2021年5月4日 国平直通WTT大满贯 视频赛小组赛 老将马龙对上了更老的老将侯英超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功效大战 视频素材是有解说的 这就声比较小 所以做了精英处理 换上了我自己的解说 首先介绍一下侯哥 侯哥1980年的老将 比龙队还要年长8岁 单手生交萧球 旋转和常规萧球手有很大区别 2000年2019年全景赛男子单打冠军 赢过王楚清梁静坤等国家队 现役主力球员 侯哥基本功扎实 反手消球旋转变化度 正手反击威力极大 护圈球势大力辰 龙队就不用介绍了 大家太熟了 废话不多说 开始看比赛 5比0的时候 马龙拉一阵一反两高调 侯哥回球出现失误 龙队第一局开局打得特别好 6比0领前 6比0 侯哥发龙队正手小三角 反拉得分 6比1 马龙侧身拉一板软绵绵的高调 侯哥借不上力 消球下网 这就是打球的合理性 打消球不一定非要板板暴冲 板板冲反而容易被消球手适应 加入轻重节奏的变化 效果会更好 当然 你要是有王立琴的正手 那当我没说 7比2 马龙正手冲 接反手简利档 然后再来一板正手冲 成功打乱侯哥节奏 再得一分 8比2 马龙直接反手起下旋得分 10比3 侯哥试图反攻 失误 马龙先胜一局 就第一局来说 整场比赛的节奏 完全是由马龙控制 侯哥有点消不住马龙 正手反击的杀伤力也没有出来 和老侯打其他小年轻时候的场面 是完全不一样 第二局第一分 侯哥正手冲一板 被马龙防回 马龙摆一个 前后调动侯哥 虎哥反手进攻失误 1比0 马龙摆短 正手侧身拉斜线 拉中路 冲正手 成功得分 6比0 攻销大战 拼的就是基本功 马龙对连续四板前冲弧圈 硬生生冲破了虎哥的防御 马龙真的太稳了 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 7比1 马龙拉 虎哥正手高调 逮到 虎哥暴力反拉 虎哥这一板子 好家伙 真的跟炮弹一样顶 这就是销球手嘛 爱了爱了 10比0 虎哥冲马龙中路 马龙匆忙退台 放弃了高球 结果虎哥失误 马龙再赢一局 嘿嘿嘿 好帅狂喜 第三局比赛 也没有什么变数 还是马龙利用节奏变化 弱点深浅变化和线路 把老虎捆得死死的 这场球其实很能启发 王楚清 梁俊坤这些运动员 年轻一代选手的 上拳球对抗能力 已经强到变态的地步了 单板质量那么高的梁静坤 前两次对老虎却还是输了 一来是对老虎的旋转 判断不够清楚 二来是节奏变化的意识 不如马龙这种老将 马龙现在对上 年轻一辈的上拳球高手 时常会陷入苦战 但是让年轻人头疼的老虎 却不能对马龙造成威胁 所以啊 王楚清 梁静坤这些运动员 要从你龙哥这学的还多着呢 最终啊 马龙3比0击败老虎 让老虎三局仅拿9分 听一下赛后 老虎和老刘对龙队的评价吧 夸马龙 这帮严谨律运动员应该来卡 前面还会搓一个弄一个 隔分了要不然就提了 每局用不同的打法 给你上一个叫哥 可以吗 我发这位 可以控制了 我上手都没接着 然后进攻了 还是没有输过的时候 你再做了就带一点伤光 给你打个网络 像老队员就有了 他说多了 他说多了 哪次了 没那么转 对啊 这个车款不转 就没有那么转弹那么转弹 再不转 没有那么转弹 关键他不实际选算 你就不转了 问题他不输我就难受了 你再转对他来说 他只要老爸进来 而且他一个不是滑光 多香 没有地方得分 你想想拿哪个得分 每一多多分 才算越强 他的回忆越飙越飙越难受 对 什么办法这车 你看别的年轻的围呢吗